大家早 大家都沒什麼健身 大家早 我們今天算是有坐到車的 接下來都要自己活動了 我簡單的把今天的行程跟各位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屬於在這個中華街 昨天也去 有的應該是沒有去 21世紀未來港我們也有去過 今天我們就把重點都放在這個連倉的地方 至於連倉要怎麼玩 這個首先我們從這邊過去 先帶各位到這個 我們有看要開一個大佛 叫連倉大佛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必須要買門票進去 所以連密閣下的時候 要買門票 給大家進去完之後 我們其實那個連倉大佛不大 大概 差不多 看個20分鐘 25分鐘大概就OK了 不過現在要看大家要怎麼玩 那個地方完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八番神宮 從那邊開車過去八番神宮 也要差不多20來分 看完之後 我們會去這個車站 那到車站之後 小陽會買票給各位 因為我們是用free pass 就是一票玩到底的 那這個裡面有非常多的站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去查什麼資料 要去哪個站 我是不知道 那當然這個最重要 我們有排個叫江之島 江之島是他們日本人很喜歡去那個地方 因為那邊有一個叫變天神 聽說去他拜拜 會帶來好運這樣就對了 那我們今天跟司機約的時間 大概在八點 不是啦 大概在五點多 我們會約在江之島那個地方 麻煩各位 務必把時間寫好 因為這個東西 找不到你就找不到 因為那個地方你要用電車要自己玩 根本就不知道你算去哪裡 那假如說在江之島那邊等不到人的話 這個麻煩各位 應該彼此大家都有電話 這個彼此要聯絡一下 因為找不到人的話 怎麼找都找不到 那因為那個地方很大 因為你可能電車有的人說 我想在這個地方就停一下 我想在這個地方停一下 我想在這個地方停一下 那假如說你們要玩這樣的電車之旅的話 那等一下去這個連艙 這個大幅的時間 你就可以把它縮短 你就縮短一點 因為你可能想要到那個地方之後 我可能要坐的火車 我自己想要玩什麼地方 就玩什麼地方 那你假如說我想要在那個地方火車 我不用待太多時間的話 那你可以把連艙大幅在 現在是怎麼樣 你告訴我可以嗎 我想說你有聽我說嗎 那我們現在決定一下 因為你們的想法應該是 那天聽的意思是要在這個火車這個地方 可能就是要自己下去嘛 對不對 這樣沒有錯 那麻煩各位 我們等一下在連艙大幅的地方 我們就待三十分鐘就好了 因為他要下去 要看一個陰影 看一個陰影 就這樣而已 那想要吃那個抹茶霜淇淋 在旁邊那邊有在賣的 自己去買 那完之後 再去八番神功 那八番神功 這個我們要去參拜的話 是拜日本的第十五代的天皇 叫應神天皇 那是一個武將 那武神是專門在拜戰爭的 可是現在應該沒有戰爭 不過日本來說 現在拜戰爭的 都在拜生意興隆的 那你有興趣的話 帶個五塊錢 那天說明會應該有跟各位講 你要帶個五塊錢的 要不然你在那邊去買東西 換就五塊再帶一個 因為五塊錢的日幣叫五元 那你知道投五塊錢的話 就會跟日本的神 比較有緣分 所以這個麻煩各位 自己去參 那到那個地方 要如何參拜 想要另外再教各位 那完之後 車子就會帶我們去 這個聯艙車站了 那聯艙車站買到票之後 一個人發一張 那個票不要弄丟了 因為我們要玩的是 你到這個站也可以停 然後上來在那個 不過這個幾分鐘一班 我也不曉得 因為我沒做過 所以你那個時間上配合上 大家要稍微配合一下 不過這個在這麼多的點裡面 應該江支島是算一個 是比較大的一個景點 那你假如說要到那個地方 你不要說我擠花太厚 結果發現說 那很漂亮 我想要欣賞 也來不及 所以你假如說要去到江支島 你可能要三點多四點多 你就要到那個地方 那到了車站之後 因為車沒有辦法在車頭跟我們走 因為它那個地方太小了 沒辦法 車子根本沒辦法進去 那走到那個 它那邊有一個商店街的話 你會經過一座橋 橋過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商店街 它只有一條街 你就沿著那個 一直走就對了 車站下來 你就往那個地方一直走 那我們要在什麼地方集合 我們要在江支島橋過了之後 你看到商店街 就在商店街的前面那個地方集合 這樣了解吧 過久之後 看到商店街就在那裡集合 因為現在你看可能很難分辨 可是過去你大概到那邊 橋過了 看到商店街大概就在那個地方 就對了 這樣好不好 那我們幾點集合 麻煩大家 五點十五分在那邊集合 因為去到那裡還要點人 然後要把車子叫過來 那所以也要花一點時間 差不多等到車到車 大概五點半 回到我們的新宿的話 可能要將近一個半小時 到兩個小時左右了 所以回到這個新宿大概七點多 那七點多你從我們的飯店 再走出來 你要去這個市區 大概我們大概走個 走快一點的七八分鐘就可以走到那個 新宿車站的南口 那左手邊 你過了南口 左手邊它是西口 那你只要往前走 過了那個南口 下了那個樓梯之後 左轉一直往前走 你就可以到東口 東口最過去就是歌舞伎丁了 那這個 是我們今天 你如果說樓梯 我告訴你 這個要自己去逛的話 麻煩各位 那今天晚上 我們住的那個飯店 連續會住三個晚上 所以那個鑰匙 要拿好 那不要弄丟了 那不過有人會覺得說 小楊昨天好像房間 有一點會有煙味對不對 那個日本人都會有抽煙的習慣 我今天會去跟他確認的時候 我會去問一下 他有沒有盡量沒有抽煙的房間 好不好 盡量沒有抽煙的房間 可是 大家應該知道最近 日本很旺 那 就是因為拿不到那個飯店 才拿到這邊的飯店 所以 這邊的飯店 可憐也是麻的狀態 所以他假如說真的分出來 真的就是沒有房間 他就跟我們分到這裡 也沒辦法 如果只有一種方式 你可以到 那個三樓 今天的櫃台在三樓 要不然我會在那邊等各位 你假如覺得 你的房間有一些味道的 只能拿 用那個 他們有Spray的那種 噴的那種 去清香一下而已 這樣好不好 這沒辦法 你不然他們 多多少少 因為在設計房間的時候 他們是以日本人為主 不是以我們外國人 所以 假如說你今天發現 你的房間裡面 還是會有一點煙味的 只有這樣一個方式 反正到飯店之後 我會在樓下 這個三樓的櫃台那邊 等各位等20分鐘 假如說有問題的人 就到樓下來找我 這樣好不好 房間裡面大概放的東西 都是只有牙膏牙刷 對不對 你回到房間 其實在三樓的櫃台裡面 女孩子可能又用到浴帽 用到梳子 男孩子有沒有在刮鬍刀的 其實在三樓的櫃台裡面 都會有放 你後面需要自己去拿 不要拿太多 這樣就好了 你今天有需要用的 今天拿 明天有需要再去拿 他都隨時擺在櫃台那個地方 提供讓你使用 這樣就對了 Wi-Fi的話 大概只有在三樓的一個區塊 那個地方可以使用Wi-Fi 房間沒辦法用 不過大家一定都要買那個卡片來 應該是在房間裡面就可以使用了 那比較沒有這樣一個問題 這樣好不好 那麻煩各位 把小楊的電話抄一下 好不好 在你們的行程表 當然有沒到 用不到 我不知道 有的人可能出去 他就自己來了 不過還是提醒各位 以下 假如說有臨時狀況的話 真的要找小楊 就撥這個電話過來 那你們看那個 行程表上面都有嘛 那你就撥日本電話 我對一下 假如說沒有問題 你們那個行程表帶著 真的有什麼事情 趕快打電話給我 因為 馬仔你會自由活動 阿里你也會自由活動 那當然後天 有一些是要跟小楊去 還那個迪斯耐樂園 那沒有關係 那個我會帶過去 可是你在自由活動 其實突然發生什麼事情 你說緊急事情 要找我的話 就可以找得到我了 好不好 假如說 沒有撥通可能我手機剛好 可能放在包包裡面 那你就多撥個一兩次 這樣就OK了 這個再麻煩各位一下 那大致上是這樣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